台湾要成功发展电动车市场 得先克服充电桩部署的问题 根据欧盟的建议 电动车和充电桩的比例应该是10比1 但台湾目前的现况比例却是39.7比1 而今年全台湾领牌数已经突破了7万辆 该如何解决旅程焦虑的问题 当初买车时家中没有办法安装专用的充电桩 平时就是趁着上班时或是回家前充宝电再上路 因为它现在电动车卖得越来越多了 所以如果它要排很久的话 我会选择附近的U-Power 因为U-Power跟i-Charge都是谁插即充 尽管现在政府不断提倡电动车 毕竟是要爱地球尽一份心 领牌数逐年攀升 2024年来到了7万3千辆 只是相关单位做出调查发现 电动车迟迟无法继续加速推动 因为电动桩数量似乎不太够 欧盟建议以及公路局数据呈现 比例应该是要10比1 而目前电动车与充电桩却是39.7比1 我也是第一台电动车 所以我都会去找停车场有慢充的 那就想说停车的时候补一下 可是开着开着你会觉得充电渐渐不是问题 而且其实以台湾来讲台湾很小 那基本上你只要电剩下20%的时候 再去找充电站 这时候你80公里内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 其实我目前我百分之七十几多是在原厂中 我觉得原厂就已经够了 那加上第三方更多了 车主反馈大多认为在真正体验后 所谓的里程焦虑不曾发生过 根据中华征信所调查归纳出 认为还是有所影响反映在数据上 导致不少车主在购车时 都是呈现观望态度 尤其想在家中装个充电桩 价格昂贵 还得跟社区管委会沟通 更是耗费不少时间 确实之前曾经有车主为此 跟社区打过官司引发讨论 但是台湾其实某个程度比较幸运 是2021年22年 开始电动车迎来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成长 但是那时候其实电动车 已经进入另外一个新的世代 所以其实台湾有那种 可以冲很快的车 尤其是有一些韩系的车厂 或者是像比如说德系的 比较顶尖的保时捷 它们可以18分钟 20分钟就可以充满 那它都需要搭配的是 功率更高的 所以台湾的充电桩 如果单看比例 其实比欧盟建议值快充桩 比欧盟建议值来的高 所以我认为这个阶段 其实比较像是一个 尤其是快充 需要有一个好的覆盖率 那我觉得台湾得天独厚 因为台湾整个公路的长度 大概绕一圈800公里到900公里 服务员其实也并不大 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口 其实都生活在比较稠密的地方 所以可能你设置一个快充站 它可以服务的就是一二十万人 呈现的数据似乎跟交通部统计 收收不同 业者认为充电桩有分慢充以及快充 AC有7328座 DC快充2236座 比以上是10比1以及34比1 远比欧盟所建议的数字 还要来得多 车座比来看 那就数学上 其实它就是电动车数量 除以充电桩的这个保有量 好 那这个数量其实并不是拿来解释说 现在这个产业发展是不是普及了 我们的理解是 他们只是反映在这个地区的 电动车数量 跟充电桩的这个数量 是不是达到了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在近几年 其实都还是会有浮动性的变化 是因为电动车的这个销量的增幅 跟这个充电桩的这个部件的 这个速度的新增数量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等比例的关系 那以及这个车座比的这个统计结果 对于使用者跟所谓的这个业者 其实他们理解跟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确实以全台电动车分布 2023年的统计 前三名就是台北市 台中市以及新北市 而在东部少之又少 因此单就车庄比来评断 充电桩够不够用 分析师就认为并不客观 那相反的 如果你今天是充电营运商的话 如果你为了这个追求市场普及率 去广设这个充电桩的话 那你就会思考到 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每一座充电桩的待机时间 可能就会变长了 那我如果今天是业者的话 这对于我这个营运充电站的这个收益 其实是不是很理想 对于这个充电基础建设的部件 其实是基于在充电需求 跟这个业者这个 充电站的这个营运收益的 这个全程状态之下 所导致的市场结果 有多数车主 尽管家中没有 还是倾向购买电动车 因为有车厂提供各自的充电设备外 还有第三方供应的超充跟慢充交替使用 而在稍稍改变开油车的习惯后 就能对电动车慢慢的改观 TVB的新闻 中影轮邪轮台北采访报道 而政府打房到底有没有打在痛点 根据数据显示 目前全台湾56万人持有非自住房屋 年增超过1.7万人 而囤房税2.0 即将在明年5月份开征 税率最高是4.8% 另外根据英国跟日本的经验 开征后也有房价涨得更凶的一些迹象 这是刚收回来的房子 那是在板桥的电梯的套房 板桥电梯大楼近七平大的空间 含水费管理费月租金1万2 林先生原本在新北有四间房 去年底释出其中一间 除了有资金需求外 还有这个原因 7月上路的囤房税2.0 最大变革在于非自住住家房屋税 从县市归户改为全国归户 并调高多屋族房屋税率 达2%到4.8% 但若将房屋出租 诚实申报租赁所得 可以适用比现行更低的税率 基本上现在来住房子的都是上班族 上班族其实他真的很辛苦 你一个月涨了2000块 一年涨了2万块 对他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 还没有做涨住的动作 台湾有钱真的太多了 他真的要买这房子 他也不在乎一年多的几万块的税金 反而是对这些在上班的年轻人来说 是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与其你去打 就是推一个囤房税 那不如去想办法帮助年轻人 真的能买到房子 囤房税2.0 针对非自用住宅持有数量加重税率 但对于自用住宅来说 没有受到影响 首当其冲的包含建商 合办都更的地主 以及持有多户的包租工 囤房税2.0 明年5月正式开征 根据财政部的最新统计 今年全台有56.3万名的囤房族 是比去年多增加了近2万人 其中持有7户以上者 就有相近3500人 占比是0.62% 而这群人明年将科4.8% 最高税率 进一步观察 56.3万囤房族中 持有一户非自住住家用房屋 比去年增加约1.8万人 持有两户者多了500多人 但三户7户以上的多屋族 持有数量是逐步下滑 10户以上超级囤房大户 也较去年减少了89人 新版囤房税2.0 采全国归户的方式 提高多屋族的持有税 但特定房屋除外 包含机关团体 无偿供灾民居住房屋 合法人委托包租贷管等等 一共14类排除进入 囤房税户数 囤房的户数是全国都要一起算 所以基本上 譬如说你以前 如果在台北市囤三户 在台中市囤三户的时候 每个县市就是认定 我这边三户 你那边三户 可能你基本上 我就是按照三户的户别来克税 他也按照三户的户别来克税 但是现在是全国归户的时候 我就是你合并两边加起来 就是有六户 我就按照你六户的量能 来做克税 那对应的税率 也会因为你户数的认定不同 而有所变化 不过专家也忧心 囤房负担增加 容易让房东进步 将税负成本转嫁给租客 导致租金上涨 不但没办法实现居住正义 更无法逼出市场上的空污 解决空污率 在税负可以转嫁的前提之下 对于囤房族来讲 这些税负最终还是转嫁到 租客身上 所以其实受到最大影响的 反而是租客 以及租金的上涨 而不是囤房族本身 专家也点出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证明囤房税 可以抑制房价与租金 像是韩国开征囤房税后 全国房租暴涨出现租金地域 另外英国与日本 开征空污税后的一到五年 房价涨幅比开征前还要高 因为全球来看 实施囤房税多年之后 比如说韩国或者是加拿大英国 他们都没有办法达到 抑制房价的一个效果 那台湾看起来也完全没有效果 房价还是持续的上涨 而且今年的涨幅 甚至比去年还要来得更大 国家政策一箩筐 但这几年房价照样涨 租金涨幅也没停歇 政府打炒房房价不跌反涨 能否实现居住正义 恐怕是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TVBS新闻 张志明 刘燕轩 新北采访报道 台湾也即将在2025年 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据在日本 65岁以上年长者 更是多达29% 当地先起一股高龄打工潮 透过重返职场 解决缺工问题 有多达5万名的年长者 利用手机APP 成功找到工作 不但增加收入 更能跟人交流 预防失职 仔细将肉用竹签串好 手忙到停不下来 每一串重量都要符合标准 已经67岁的兰姐 体力速度完全没输给年轻人 当初有熟人引荐 再度进入餐饮业 因为公司环境 对高龄者也很有善 即便到了退休年纪 依旧想要留在职场 甚至也拉了朋友加入 不过对于很多高龄者 想要再找工作 恐怕有些难度 中高龄就业已经是社会趋势 以服务业餐饮业为最大宗 近几年中高龄来应聘的人数 也有增加 打开人力银行网站 有开设中高龄就业专区 工作职务多以门市店员 食品作业员为主 除了全职工作 也有兼职职缺 应征人数每年都有成长 目前我们针对了 比较容易入门 而且是有大量缺工的产业 像是批发零售的门市工作 或者是旅宿产业 或者是像餐饮服务生 这样的职缺 那去寻找合作的企业 然后把这些职缺 推荐给适合的中高龄人才 根据劳动部调查 2022年45岁到64岁中高龄 65岁以上的高龄 人数大约是1094万人 投入就业有495.2万人 中高龄劳动餐饮率达到65.5% 高龄就业也有9.6% 以往其实都是以年轻人举读 那有发现特别是在今年7月 高龄中高龄就业促进法通过之后 这个月内的中高龄族群 有成长一成以上 餐饮业有超过五成 那有四成的话也是选择下作业员 然后另外也有三成 大概是选择下门市零售销售 这种类型的工作 现在跟疫情前相比的话 现在每个月的成长值 来看大概有五成以上 以打工平台的数据 45岁以上应征长期稳定兼职 主要以餐饮、作业员、门市为主 调查也显示 高龄族群喜欢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 每周大约投入四天 每天6.5小时 月收入大约是2万元 发现餐饮业有一些变化趋势 是长期变短期 原本餐饮业 但它分成可以切菜、洗碗工 或是外送员这种的话 它的应责量可以提高三倍 那这种比较自由弹性的时间 也会是中高领族群比较喜欢的 同样面临老花社会的日本 也推出打工APP 根据业者的统计 到了2024年3月 65岁以上用户已经达到5.1万人 比2023年成长2.1倍 愿意出来工作的高领者 除了有经济需求之外 也为了维持健康 那我们在看到人才的求职行为上 其实分成两块 一群人他们是大概落在45岁到55岁区间的中高领求职者 他们比较期待的会是全职的职缺 对于职业上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 那另外一群比较是热铃猪肉 那大概是55岁到65岁这个区间的人才 他们就比较会期待的是兼职的职缺 那比较期待的是透过工作可以跟社会持续保持连结 随着人口结构逐渐老化 缺工问题越来越严重 中高龄的就业市场 已经是各产业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 级别的新闻新闻想楼君台北才碰不到 赖政府检讨多时的公股行库人士已经底定了 秉持着年轻化还有提拔高些专业人才的原则 五大观股金控当中 女性动作首度过半 也将会为公股金融圈带来一股新的气象 他是林中原也是新上任的台湾金董事长 在金融界资历丰硕 曾任土银张银等航库董事长 财政部国库署署长台北市国税局局长 而在2019年担任张银董事长后 也被业界认为张银与台新金案 缠送17年终于落幕 也是他任内最大政绩 张银业绩屡创新高 同样功不可没 第一银行成立以来 秉持着顾客之上 服务第一的精神 陪伴着大众跟许多的中小企业 共同的成长 而第一金原本就是公股金控中 唯一一家女性担任董事长的金控 在秋月琴和经营团队努力下 第一金获利连三年创新高 而且积极配合政策发力 留任第一金董事长也不意外 公股金控银行的人事案 在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 检讨多时 而赖政府也秉持着年轻化 以及提拔专业人才等原则之下 才底定人选 五大观股金控中 除了第一金董事长秋月琴 加上即将接任台湾金 以及华南金董事长的林中元 与陈芬兰 女性董作首度过半 另外还有续任台湾董事长的刘佩珍 人事大风吹也将为公股金融圈 带来新气象 我其实当时怀孕的时候 比较没有想到的是 甚至他们都还会定期打电话 来关心我的状况 台湾有很完善的育儿照顾和请假制度 台湾一直和知名的幼儿园园 台庆过去就着力推动性评 有序女力 甚至拍摄短片分享理念 在九年前在台湾的经验的时候 其实女性的主管阶纸 在金融业这阶不少的 但可能比例没有到非常非常高 但如果说四分之一是有的 等我单到香港之后 这几年即使是现在的话 其实女性的高阶主管 已经超过二分之一了 从台湾金融界转战香港的Claire 观察发现 尤其是外商体系的银行 女性高阶主管的比例 明显逐年增加 在行政院的主机处公布的资料 可以看到说 台湾女性的职场主管制的 比例占比大概是30% 那这个比例呢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从10年前往回看 就是其实是有提高的 那10年前大概是增加了 至今大概增加了差不多10个% 2000年之前的女性的这个劳动参与率 还低于50% 那2000年以后呢 就逐渐的在往上上这个趋势 男性呢 他虽然有我们如果看那个女性 25岁到34岁的 他们的那个高等教育的这个比例 占比是比男性在2009年的时候 就超过男性 101年到110年 那就企业组的负责人来看 男女性别也在改变 虽然这是微量的改变 从数据面上来看 不论是教育程度或者是专业能力 都可以看出变化 呃呆的一直都是国际型的外商体系 以这样的银行体系来讲 其实是会比较尊重女性 是其实是有一个更更完善的 例如说像是说性骚扰 职场性骚扰这些 近几年政策已经努力的 有在推行更多的 就是包含性别平权法 跟就是包含我们的两性工作的 平等法相关的制度 那包含在我们一直在讲的 就是同工同酬 而政府也积极完善职场上的平等 让女性可以在专业领域大展长才 我们知道女性的个性比较温和 甚至于比较保守一点 她也许会对一些所谓的 这个盈余操作会减少 因为那个是比较风险性的 那可能对这个绩效呢 有时候会有正面的影响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都可以发现 男性与女性带领的公司氛围 确实不一样 新任女性动作出头 也将为公股金融圈带来新风貌 TV新闻正是文西单词 特会报导 最新大麦克指数出炉 美国一个要185台币 台湾只要75元 经济学人还提到 肉食爱好者会很想要来台湾 来到素食店 点份大麦克餐是一大享受 比起台湾如果要在美国 单点吃上一个大麦克 需要5.69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185元 但对比台湾单点大麦克 只要75元 就连麦克鸡块 也是台湾比较便宜 生活成本大不同 因此经济学人也打趣提到 肉食爱好者可能会很想去台湾 肉的话 其实我会比较偏向你吃肉 然后比较少吃精致淀粉 然后肉的话应该 其实我都吃 中午的话就是看 看心情 但是我基本上都会 一定要一份肉 对于上班族叶小姐来说 基本上餐餐都要有肉类 除了是增加饱足感之外 也吃得开心 尤其根据农业部过去的调查 台湾美人平均摄取量 肉类约87.5公斤 较上一年度增加3.38公斤 这也是国人肉类摄取量 首度超越谷类的摄取量 如果只吃蛋白质 豆类或者是蔬菜的话 相较于精致淀粉会比较好 尤其是我们这种上班族 酒做的话 吃太多精致淀粉 我们运动量又少 相对的是比较软胖 如果以热量计算 国人每天吃肉 所摄取的热量达到421.8大卡 超越吃饭获得的每日摄取热量 肉类也成为国人最主要的热量摄取来源 而从大麦克的价格就能看出当地物价 确实高档售洗烧店 进货时也发现美牛价格已经不一样 因为台湾人本身他们是比较爱吃肉的 那我们现在台湾每年从国外进口的肉量 其实非常的多 那主要进口来源有美澳日本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餐厅比较属于是日本式的餐厅 所以呢我们比较多是使用是日本进口的牛肉 那一开始其实我们也有使用一些美国进口的 或是澳洲进口的肉 因为他们一开始在疫情前 可能相对的他们价格比较低廉 那像是美国可能单牛小排可能涨到从八九百块七八百块 涨到大概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 毕竟业者不只要顾品质还要掌控成本 而消费者对于肉类的喜好 确实也已经远胜于淀粉 其实每个人吃的肉量大约是两百克左右 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设定的量 因为他们其实因为我们还有附一些蔬菜甜点饮品附食 那大家对于淀粉来说可能会比较稍微排斥一点点 可能就从以前的一碗到现在的可能是半碗或是三分之一碗 每一种不同的品牌或是它的烹饪方式 我特定喜欢的 因为牛肉我会比较少吃 但是牛肉的它基本上都是煎 煎或烤 然后韩式烤肉之类的会是猪肉 尤其加上近年来的健身风气 也拉伸民众对于肉类的爱好 因为台湾人不仅爱吃肉 而且可以说是吃肉的专家 因为像很少有国家连内脏或是各种部位 它都可以非常精细的去料理 然后来食用 那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欧洲国家 它可能就不太习惯吃动物的内脏 民众的爱好带动肉食主义 也吸引业者投入产业更具指标性 像是各种跟肉类相关的餐饮业 都是非常热门大家想要创业的品项 我举例而言火锅烧肉 售喜烧这些就不用说了 最近更流行的是串烧 串烧它可能经营一些宵夜经济 或是它比较小本规模 只要摊车就可以经营 那里面卖都跟肉脱离不了关系 都相当受到民众的欢迎 智慧餐饮科技平台估算 光是烧肉在餐饮业占比约2% 由此也可以推估产值约173亿元 台湾人爱吃肉创造了不少商机 TV新闻正式微信单词特会报导